讓大同帝國動搖的關鍵 就是家族內的經營權的鬥爭 連挺身有兩個老婆 共五位兒子 大房長子與赤子 二房之間 幾十年來鬥爭不斷 那我們得先從大同的發跡說起 1918年大同公司的前身 協志相好 創辦人是林上智 以營造業起家 最早是包政府工程的 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 上次今天的行政院、國師館 就是協志營造廠蓋的 後來事業逐步誇張到3C家電 電線電纜、重電機等 1942年 林商智獨自林挺身 接任大同董事長 也帶領公司走向巔峰 當公司之後 雖然政府換了人 但大同公司多年的心血 不但沒有被奪走 公司還越來越壯大 這段期間 陸續推出大同電鍋 冰箱、電風扇等家電產品 並外銷到100多個國家 公司的吉祥屋大同寶寶 與大同國貨好的廣告 更是深知人心 當時的大同等於今天的台積電 公司不但賺錢 而且形象良好 當時的彥宇還指出 只要是大同的員工 相親都是無望不利的 1962年 公司上市 自首P16加上市企業之一 林挺身也被譽為台灣工業之父 1971年成立華映 擴航到印象館 1993年 華映印象館產量超過日曆 成為全球最大的電視製造商 除了在商場上的成功外 還成立大同大學 培養自己的人才 在二代林挺身任內 大同帝國版圖不斷擴大 也在此時 林挺身開始培養接班人 大同家族奉行的是 中國傳統的敵長子制 也就是長子接班制度 像是林挺身23歲時 就從他老爸手上接下社長 所以林挺身也很自然的 把公司的棒子交給了長子林衛三 1972年 26歲的林衛三成為公司總經理 當初大的大同帝國 也在此時有了變數 因為第一代的林上制交棒後 直到1971年去世 是真正把公司交給兒子 但第三代林衛三 從26歲擔任總經理 在40年以來 大同老主管說 真的沒有印象他做過什麼 因為公司實際上還是總裁 林挺身說的算 這倒致林衛三缺乏舞台鍛鍊 只是一個有名無權的總經理 2006年林挺身過世 在他過世前4年 他一手建立大同帝國 根基開始動搖 真是原本已經積姆華映 在年年虧損下 措施最漂亮的退場機會 2005年 友達、鴻海都想要贏取華映 但最後都破局了 其次是大同的另一間賠錢公司綠能 就在此時決定投資 搞太陽能的上智半導體 這兩件事情 關係到了三家子公司 分別是華映、綠能與上智 在2019年 都因為巨額虧損 股票紛紛下市 除了打擊大同的生育外 也讓小股民的股票淪為廢止 讓大同帝國動搖的關鍵 就是家族內的經營權的鬥爭 林挺身有兩個老婆 共五位兒子 大房長子與赤子 二房之間 即使年來鬥爭不斷 林挺身在世時 大家還不敢輕舉妄動 但就在勞懂病重 三代尚未正式接棒的灰色地帶 家族內鬥爭越來越劇烈 家族鬥爭的結果 就是全盤皆輸 沒有贏家 有別於林挺身的強人領導風格 長子林衛三就比較溫和低調 但林衛三的老婆林郭文彥 卻相當精明能幹 她也是在林挺身去世後 大同有實際掌門人 因此被外界稱為武則天 二房長女也說 大同早已是國家的大同 林郭文彥的媽媽、弟弟 都在大同有一席之地 2006年 林衛三夫婦正正掌權後 從有名無時到絕對收權 他們夫妻倆掛名管理的公司 就有34家 並稱為讓華穎轉虧為贏的二房之子 林正宏 但人的能力與精力是有限的 一個人不可能對所有公司都了解 完全掌權下 加速了大同帝國的衰敗 根據大同2018年的財報 大同公司本業虧損不到10億元 但本業以外的虧損達103億元 過去投資的27家公司 總虧損達350億元 幾乎是投資什麼就賠什麼 大同集團總負債高達1854億 大同子公司華映申請破產後 更因欠薪為給付員工資遣費 以7.84億元工資電廠 創下台灣時尚最高紀錄 全民買單 經營成效不張下 大同每隔兩三年 就會爆發一次經營權執政 為了保住經營權 大同公司不得不賣土地換錢 或是開始裁員 大同的主產很多 民下土地都很值錢 但靠主產能不能填補財物黑洞 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 如果再不然讓公司賺錢 發鼓勵給股東們 很有可能被市場派 奪取大同的經營權 若真的發生 林家大同帝國 將正是一組 在林郭文彥長期攬權下 大房二少與二房子女 都是林郭文彥為外企干政的公敵 甚至不惜與市場派合作 多年來已出現至少四起 競益權之爭 大同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對比同樣是家電器家的東元 就能看出問題所在 東元的第二代人是家族接班 但在2007年 東元改革的家族接班制度 由專業領導人主導 便在2015年 再交棒給財務長出身的女經理人 也讓東元躲過家族內鬥的命運 此外東元的轉投資也不少 不過東元的投資相對較小 變化相對慢的產業 不懂有產業不亂投資 步步為銀下 讓東元的財報得以逆勢成長 大同這間百年老店 曾經是台灣人的驕傲 但在二代董事長去世後 因為家族內鬥 與林郭文彥領導的高層經營不散 導致公司年年虧損 董事長林衛三 更因為逃空公司 被判刑八年定驗 現任董事長林郭文彥 更因為大同華因案 違反證交法 被台北地減速 以五百萬交把限制出境 讓大同這個老招牌蒙上一層陰影 有錢有人才 正常關係良好的大同 本來一手好牌 搞到現在的搖搖欲墜 殘酷的企業接班教訓 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今年6月底的股東會 將全面改選董事、獨立董事 四場派找來潛力為戰神黃國昌 中鋼前董作林文彥 展現爭奪競益權的決心 面對的僵士 範圍第一張紫皇權的掌席 林郭文彥林軍的公司派 兩派都互抹 對方有中資介入 四場派找了過去曾經兩次抓到 大同有中資運運的黃國昌 有趣的是其中一次 就是針對四場派的王光祥 四場派這次就要來正面對決 由黃國昌來調查 到底誰在市中資 大同的經營權戰爭 也不是今年才有的 2017年林郭文彥的主導公司派 就成技術性的 成功把四場派提的董事候選人 全數提出穩住的經營權 最後被高等法院判定違法 今年四場派捲土重來 面對這家亂七八糟的百年老店 到底是黃國昌能進去儲必心力 還是林郭文彥能鞏固經營版圖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